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近期的直播里面张哲瀚的造型突然审美在线 整个热度都比之前的几场直播高了不少 很多人都觉得张哲瀚更适合日系的造型 之前的长发和减肥真的又让他气质提升 但是自从剪了短发出来营业后 张哲瀚身上的标签更多的是土气 甚至还说张哲瀚是保安戒指 令他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伤 但是没想到这场直播竟然给张哲瀚搬回玉局 还挺令人眼前一亮的 可以看到张哲瀚这次直播又上了热搜 人气还是一如既往的高 这次张哲瀚的造型十分的干净 甚至有种纯预像结合的感觉 还是穿着白衬衫 但是这件白衬衫的设计上比较用心 不是之前那种老土花纹 而是中间隐约有一些镂空 应该是蕾丝的材质 但是张哲瀚即使穿着镂空装 也是不显的有腻 因为张哲瀚的扣子扣得很紧 像是正经当中戴着若隐若现 展示身材的感觉 这个白衬衫比较紧身 张哲瀚本来看着就有点壮 这件衣服呢更是显得他男人味十足 而且比执行的造型还都时尚多了 原来张哲瀚未潮土气 完全不是脸的问题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没穿对衣服 像是以前和龚俊一起营业的时候 就对比的很明显了 有了时尚造型的加持 张哲瀚的状态也非常好 可以看出他更加自信了 而且可以看到张哲瀚的身图 比之前也有漂亮了不少 还有一个特点是张哲瀚的头发变长了 之前张哲瀚短发的时候 显得脸非常大 现在有了点刘海的修饰呢 倒是脸精致了不少 加上他原本就很占优势的立体五官 更是让人觉得底子不错 其实张哲瀚的变化和进步 也是听取了很多网友的意见 甚至是不太好听的评价 不然也不会这么快 给人一种浑然一新的感觉 而且可以看到张哲瀚的妆容 也发生了一点改变 眉毛画的没那么粗了 甚至画了内眼线 这样显得他的眼睛十分有神 嘴上也涂了有颜色的唇膏 看起来真的是十分诱人了 又变回众人心中的漂亮老婆 自从山河令张哲瀚的举美演绎之后呢 不少粉丝都喊 张哲瀚老婆也是一个觉得他很美的赞誉 但是黑粉看了他的状态不好的几场直播后 却一直嘲讽他 还说不是谁都可以进入老婆和美人界的 但是看到张哲瀚这个直播的改变 他确实也配得上美人的称号 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像是会说话一样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令人心动的点 就是张哲瀚的皮肤很光滑 一点瑕疵都没有 甚至之前晒黑的地方呢 也很快恢复了过来 加上他的脸型虽然是有棱角的 但是他的面相却是十分温柔的 感觉只要张哲瀚的造型更正了 他基本上也不会出现颜值问题 其实啊张哲瀚的热度一直都在 因为也没有很多明星次次直播都上热搜 其实有这么多人朝张哲瀚 也是真的觉得他的造型不好 并不是觉得他人不好 现在改变之后呢 突然发现了很多他的闪光点 应该也会非常坚文的 张哲瀚的热度 更是不会随着山河平的热度 下滑而下滑了 大家觉得张哲瀚有没有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对有点好 看这个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